西德州中級原油5月交割價狂跌55.9美元 跌幅為306% 以每桶負37.63美元作收 負油價讓中國銀行旗下的金融產品 原油寶的淨值一期間變為負值 據估計 虧損超過300億元人民幣 可能成為負油價最大的輸家之一 中國銀行於2018年1月推出的原油寶金融商品 由於中國散戶無法直接參與國際汽油市場 統一由中國銀行開設的境外賬戶交易 讓散戶能夠買賣國際汽油 銀行從中賺取管理費 原油寶受害人劉先生說 銀行鼓勵投資時 並沒有跟他說這是期貨買賣 據瞭解 原油寶一向在汽油最後交易日 倒數第二日轉倉 21號轉倉日 適逢紐約汽油暴跌 中國銀行進行轉倉時 市場已經沒有對手接貨 中廠以每桶負37.63美元結算 大陸金融學者賈斌認為 中國銀行太不專業了 網友說 原油寶根本是銀行操作失誤 沒有交割資質 竟然拖到停止開倉還不移倉 最後竟然讓機器自動交易 這在美國銀行會賠死 在中國 投資者虧死或維權被打死 受害人鄧先生表示 他無法接受銀行的處理方式 據中國銀行章程 當散戶下達買賣指令 銀行境外賬戶會同步執行 這項商品要求100%的保證金 並設定了虧損80%將強制平倉 也就是客戶本金虧損達80%時 便會強制斬倉離場 它這個上面洗得很清紙嘛 它有可能是省失100%的保證金嘛 那你不可能為負嘛 它這個 畢竟它10點鐘停止交易的時候 它那個價格 平定機倉的價格 肯定是讓它那個交易的那個價格嘛 你怎麼可能 它這個明顯的價格低到數字 就那麼幾分鐘 它為什麼不移倉呢 它在21號以前 它後面0.6合約就沒出來 你個人是沒有辦法移倉的 只能它給你移倉 中國銀行22號發聲明解釋 強調原油保產品是由客戶自主進行交易決策 銀行只是依據事先約定 完成5月合約的到期處理 換句話說 操作上沒問題 跟銀行無關 客戶必須自負盈虧 鄧先生表示 他們準備集體向銀行求償 集體訴訟 由於富油價的關係 投資人不但血本無歸 還道歉銀行三倍本金 劉先生表示 他們組群裡有幾千人 初步估計損失大概7000多萬 他們發了一條短信 他們發了一條短信說是要 叫我們多層補足它的那個保證金嘛 就是我們付的保證金 比如說我買了9萬的 要補他們15萬左右點 把我們本金給完了 我還要補足它的保證金 像我這樣的農村人嘛 賣牛 賣羊 賣地的 結果買了本金賠了 還要花他們10萬 收不了啊 欠了太多了 下次欠了三倍多了 有網友上傳視頻 廣東江門赫山經緯花園 一名男子準備跳樓輕生 被幾個人給拉住了 但很不幸 最終還是悲劇收場 網友說 原油寶的用戶被扣完了儲蓄卡餘額後 開始扣信用卡額度 逼死人了